黑白綠三色相間 台灣黑熊爆樹幹的模樣 傘生還是由中鋼鋁合金打造 看起來超萌 不僅黑熊傘前年的鋁合金碗 使用性超高 50萬個馬上發完 中鋼每每發紀念品 都引爆排隊人潮 股東們時常領到一肚子氣 為了解決亂象 金管會規定 從今年股東會起 鄰居股東若是親自出席 就可以領紀念品 但是委託出席 就不一定領得到囉 就以中鋼為例 擁有107萬位大小股東 其中低於千股的鄰居股東人數 就高達35萬多人 佔中鋼總股東人數32.6% 往年都是人人可領 引起部分股東反彈 他們還居然說 沒有了 發完了 那我們又不是鄰居的人 我們就覺得說 跑來就白跑一趟 最好是持平的 大家都能拿到一份禮物 當然會很開心 面對股東不同聲音 中鋼表示 基於照顧股東需求 今年委託道場還是可以領 但鼓勵大小股東 親自到場 股東會的準備 包括股東會紀念品這些 其實我們之前就已經 都做準備了 所以今年來講 我們應該不至於會有 太大的改變 股東會季節來臨 紀念品勢必又成為話題之一 盡管會表示 發放對象方式 交由各公司自行訂規則 但開會通知書 必須載明清楚發放原則 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記者林維 王乃瑜 TAP報道 陸在唯下 春天維 王乃瑜